这块神秘的上古巨石 竟然瞬间变成了液态 然而当好奇的西蒙上前查看情况时 他却被再次异化的巨石将它给吞了进去 自从西蒙失踪后 他的男友菲兹 坚信西蒙一定还活着 于是当扣森刚一离开 他便拿着枪来到了巨石前 紧接着 他打开门就走了进去 不过当其他人赶来 刚一将菲兹给拽出去 里面巨石的形态则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但此刻菲兹发现 他的指尖上居然粘了一些年代久远的沙子 经过分析 菲兹断定 那块巨石应该是把西蒙传送到了其他星球 为了救回西蒙 神盾局还通过多方线索 找到了一处神秘的地下密室 并且在密室中间位置 出现的这个地下井 似乎还正好能够容纳那块上古巨石 于是他们便将巨石运来 把西放了进去 然而当他们启动密室内装置后 伴随着一股剧烈的震动 那块巨石果然变成了液态 但此刻老旧的设备 还在这时出现了故障 为了能把连接揽绳的探测器传送过去 于是正本女代谢 还利用超能力 模拟出了刚才的震动频率 再次开启了巨石传送门 不过菲兹健壮 只见他挂上揽绳 居然自己纵身跳了进去 那么这个来到了一星球的菲兹 是否能救回已经消失了六个月的西蒙呢 在半年前 当西蒙被液化后的巨石给吞进去后 他便被传送到了一个暗暮天日的星球上 虽然这里没有太阳 但其他条件还是跟地球上非常相似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 西蒙依然没有发现水源 仰看着又渴又恶的西蒙 即将陷入绝境 可这时 他居然看到了前方有一台水域 紧接着 西蒙亮腔的走上前 便开始畅演了起来 晚上后 当西蒙躺在水面上 想要抛个澡时 突然间 他却不知被什么东西将它给拽了下去 在一番挣扎后 爬到岸边的西蒙 拿过一块石头 就把缠住他的生物出手给砍断了 说完 西蒙不知从哪弄的木头 只见他利用钻木去火的方式 终于让自己保擦了一顿 随后当体力恢复的西蒙 想要四处走走时 他却突然掉了下去 然而当他再次醒来时 西蒙发现自己已经被关了起来 原来这个男人 竟是14年前被巨石传送过来的一个名叫维尔的宇航员 之后这俩在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中 西蒙还对维尔产生了爱意 然而有一天 当俩在外出寻找食物时 他们却遇到了这个星球上的一种可怕怪物 维尔见状 于是便想掩护西蒙先行逃走 可就在这时 西蒙居然听到菲兹正在呼喊他 见到菲兹后 西蒙奋奋力的爬上前 并把手伸了过去 而与此同时 带西这边 因为体力不支 导致超能力失控 还把巨石直接炸成了粉末 不过下一秒 菲兹跟西蒙还是从里面抓了出来 回到地球的西蒙 在把自己一星球的遭遇全都告诉了菲兹后 他还准备再次返回一星球 想把维尔也给救回来 与此同时 九州蛇这边 在得知神盾局 竟然把西蒙从一星球给带回来的消息后 于是则派人把西蒙给菲兹给抓了起来 而他们的目的 就是想让西蒙 把那个一星球上的怪物也给带回来 原来那个怪物 其实就是地球上的首个变异人 并且他还是九头蛇组织的初代首领 由于在一千年前 被传送到了一星球 所以几个世纪以来 九头蛇一直在研究 如何能把西蒙回地球 菲兹为了能帮西蒙救回威尔 于是便决定替代西蒙前往一星球 紧接着 九头蛇则开启了传送门 然而当菲兹 沃德 跟几个九头蛇的手下刚一跳进去 即使赶来的扣森 居然也从上空蹦了下去 来到一星球后 没过多久 他们就找到了那个宇航员威尔 沃德让威尔带路 去把怪物找出来 不过在途中 当菲兹想要给威尔受伤的腿 爆炸一下时 此刻他才发现 原来眼前的威尔 其实已经被怪物附体了 说完 菲兹便跟其打了起来 当菲兹被放倒在地后 只见他拿起一把枪 对着被附体的威尔救失几发 不过下一秒 对方竟然又爬了起来 菲兹见状 只好便找了一把特制枪 抬手一发燃烧弹 则把气给放倒了 而另一边 沃德跟几个手下 也遭遇了扣森的偷袭 紧接着 沃德便被扣森 用机械臂给解决掉了 然而就在俩人走向传送门的同时 那个怪物居然从威尔的体内又爬了出来 并且他还借助沃德的身体 也回到了地球 那么这个初代的一人风潮 他的潮能力又是什么呢 知道的可以打在评论区 不认为 我刘邦男的 我刘邦男的 互助